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开一个特别节目 我们来看看关于民国的成立 它的前因后果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 将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我们接下来谈谈 辛亥革命的特别节目 但是我们并不单单的只讨论这个事件 因为这个事件说的直白一点 基本上也只是一个龙套 因为这世界上很多事情 是经历了很多的前因 才会有的后果 而武昌起义等革命 只是一个可以拿出来说的事件 就像什么呢 就像日本发动的七七罗宫桥事变一样 无论如何 哪怕没有在七七那天 传生的事变 日本日后也可能会以什么 日本兵在营区里面跌倒 都是中国人害的 然后发起一个清华的战争 所以是说 很多事情它该发生就会发生 不会因为避免了某一件事情 然后一切都会彻头彻尾的改变 这个世界的一个历史的时间轴 没有这么仁慈 也没有这么单纯 而说到了革命 就是讲到了推翻的满清 这不能不说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的起义 他这个孙中山先生起义之后 推翻的满清建立了民国 这个相信无论是两岸三地都耳熟能详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谈一谈 关于国父孙中山这个人 孙中山本名孙文 很多人以为他在推翻满清的时候 就建立了中华民国 然后就任了临时大总统 就被推崇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其实这个不大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国父议词 在孙中山先生还在世的时候 并没有被拿出来说 但他第一次被称为国父的时候 他那个时间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的那时候 由当时的豫军总司令樊宗秀 所送的晚年上面 来称作孙中山先生为国父 后来你要把他是国父 这个成为官方的说法 其实是后来的汪精卫的政府时期 才以政令宣导的方式 通告全国 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 直到了现在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并不称他为国父 而是革命先驱者 其实如果细看三民主义 基本上也是受到了 马列思想影响是颇深的 在某些层面上面 三民主义的核心精神 还是有一部分是 社会主义的味道存在 这里老师还是说一下 很多人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这其实真的是从国民政府向后前进到台湾以后 美国跟国民党把我们洗脑洗很深的错误 当然现在民进党洗的也蛮深的了 社会主义在基本上是一个以百姓均能平等发展的基础上 所进行的一个思想逻辑 它并不极限于在特别的政治制度里面 也就是说无论是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都不足以解释社会主义 因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在兼具资本商业与社会福利两者兼顾的前行下所进行的共同富裕为目标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所喊出来的什么共同富裕 其实在三民主义或是更早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下 就已经延伸出来的一些思想 那么习近平现在只是把他喊出来而已 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 有一些国家他进行的也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 而是资本社会主义或称为社会资本主义 而共产主义在原本的核心精神里面 其实有一点偏乌托邦或者是怎么样的 像中国的九流十家里面的农家的他的理论基础 也就是相信人类或是大家只要透过的教育 透过的政令宣导 大家都是会为了自由平等而无私的奉献自我 完全没有实心 当然这相关的题目我们以后会跟大家陆续的讲到 而回到我们国富孙中山 尊文这个人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他在历史上是非常奇葩的一个人 怎么说呢 为他纵观了我们整个中华历史 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面 他算是极少数 手中他是完全没有兵权 也没有资源 就靠了一张嘴跟一双腿 就把一个朝代推翻的建国者 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发到了十几次的革命里面 他自己没有开过一枪也没有杀过一个敌军 每天的行程就两个 一个是不断的逃命 第二个就是说服别人为他去送命 大家都死差不多了 他就回来当上临时大总统 如果说历史上 谁可以跟我们孙中山先生所媲美的大概只有一个人 叫什么叫做毛泽东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毛泽东也是自己一枪不发 然后千万人为他而死 然后他就站在止境的城墙上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而我们伟大的国父啊 最令人景仰的不只是他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而是在他37岁的时候 娶了15岁的日本女孩当作妻子 而这15岁的小女孩还为他生下了孩子 是一个女儿 不过这个日本太太生的孩子啊 在他出生以后 就没有再见过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孙中山先生在在他出生 看到他之后呢 他就离开了日本 也就是说 后来即使他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他也没有去照顾他的年幼的妻子跟他的小孩 而很多人知道啊 先中风讲功城市地下社团鸿门的人 但是应该很少人去知道 其实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啊 他也是鸿门的门徒 而他也不只是门徒 他还是鸿门的鸿棍 也就是元帅这样子的职务 所以或许铁拳无极孙中山啊 他不是浪得虚名的 而满清真的是我们国父孙中山所推翻的吗 其实应该这么说 按照当年的情况 我们做一个历史的回顾 即使再出现了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孙中山 基本上单靠他们的力量 也是无法推翻满清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紫禁城的军机处中 有一个汉人将军在 只要这个汉人将军在 他们就没有革命成功的希望 而这个汉人的将军是谁呢 这个汉人的将军啊 就是元世凯 元世凯啊 当时其实是大清的第一权臣 手握天下兵马 拥有最先进的军备 而且基本上就连英美等国家 也是在支持元世凯去评判 包含了当时的军阀 以及当时的国民革命军 所以基本上 元世凯如果真的要南北征战 踏平军阀消灭革命军 那么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出在 最后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他自己的意愿上面 怎么说呢 因为革命军手上 当时没有足够的兵马跟弹药 而各省各聚的军阀 也都是划帝为王 当个一方之霸 就像什么呢 就像历史上元朝末年的张世成 郭子兴等人 对天下逐路都有想法 但是没有一个人 有实际的做法可以去做 所以说基本上 都是在当地当个三大王而已 为什么清朝最后还是灭亡了呢 当然我们中学的时候学过 元世凯手握天下兵权 最后让革命军 幼之以立 小以大义 转过头来 来逼退满清皇帝 这时候清朝才会正式的灭亡 而元世凯到底是 被什么样的方式去说服呢 当然是以天下来做说服 什么天下 就是整个中国的领导人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史上 第一任正式的大总统 而元世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说穿了 元世凯就是但经节律 最多只能成为清朝的一代名将 但是他只要把握了当时那个机会 那么他就可以建立了 属于自己的元家王朝 也就是后来他所建立 仅仅八十多天的中华帝国 所以元世凯才是主要推翻满清的主要推手 而不是国民党 也不会是孙文 真的要说 元世凯只是养寇之中 让自己成为最大的韭菜收割者 所以很多人推背图自己说 这个创立民国的推翻满清的是孙文 所以他是一个元 不对 真正的元 其实是元世凯 各位你觉得呢 而说到这里我们就要知道 中华民国正式的总统来说 第一任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元世凯 而后面的正式的第二任叫做徐世昌 以此类推才是真正的正式总统的任期 而不是现在历史课本上面 第一任总统是蒋中正 为什么呢 因为历史是当权者写的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刻纲 被改了一塌糊涂 这都是依照当权者的需要 例如我们过去所熟知的历史 很多都是依据孔子所做的春秋 司马迁做的史记 而作为我们重要的历史文献记录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 孔子的春秋 有里面是很多为了自己的理想 而杜撰跟修改出来的历史 又有多少人知道 号称铁面无私的 为史学奋斗一生的司马迁 他笔下所写出来的史记 有很多还是为了符合当时的朝廷的需要 而把历史编成别人想要的记录了 下次老师就来跟大家说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历史没有被孔子篡改过的那一段 竹书记年的另外一段历史本文 而我们从这里面历史可以看到 中华民国的建立 靠的不是铁拳无敌孙中山 靠的是革命党人一厢情愿的理念 以及胸怀天下的什么袁世凯 以及充满算计的海外列强 例如日本就是直接的参与了国民革命军的革命相关事宜 而英美法的欧洲国家也是间接的参与者 但是我们把历史公正的打开来看 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会引发改朝换代的故事 这些台面上的英雄好汉 其实也只是台上的龙套 因为真正会让历史改朝换代的是台下的观众 上面的这些英雄好汉都没有办法有一个人 他是在吃得饱穿得暖 家里幸福美满的时候去抛头颅撒热血 而牺牲他们自己的人生 只为了他们建国的理想 所以真正推翻朝代的就是那些饥寒交迫的百姓 而不是这些英雄好汉 要知道一件事情 戏院是靠观众来捧场 国家是必须靠民众来温饱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上演的一样的套路 只是戏码的呈现方式改变了而已 真正英雄应该就是那些 为了妻子儿女可以温饱而努力奋斗的家长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吃饱更硬的道理了 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